对于许多人而言 看电影已经成为了司空见惯的一个休闲方式 而在这背后呢 是中国电影市场的迅速的扩大 今年的一季度 中国的电影票房已经超过了北美 首次问底全球 2018年一季度 中国电影市场票房总收入达到202.17亿元 超过北美同期的28.9亿美元 约合人民币183亿元 首次成为世界第一 而十年前 中国全年电影票房也仅仅只有40多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 在一季度最卖座的十部电影中 国产片入榜七部并占据了前五名 红海行动毫无悬念独占凹头 中国电影市场能这么快超越北美 其身后最大的推动力就是年轻消费者 根据猫眼电影的数据 近80%的观影者为85后 同时生活在二线城市集以下的小镇青年 正成为电影市场的主角 一部意外火爆的前任三 让人们第一次意识到了小镇青年的旺盛消费力 他们正成为中国电影票房的重要来源 值得注意的是2017年 全国电影荧幕总数已达5.3万块 稳居全球第一 但全国电影院的平均上作率 已从2015年的18.1% 一路下滑至2017年的14.2% 不少电影院只是勉强达到盈亏平衡 那么多电影市场的主角 感谢观看